接着来关系的是农业消息 瑞士乡农会为了评议温丹试驾 今年度时至桃腰包收购大果果品 进一步来加工萃取温丹精油 然而今年减产再加上产销热络 原定收购150吨的量 截至目前为止都还不到一半 那么农会总干事黄胜黄就表示 这是好事 因为代表农民都能够以好的价格自产自销 温丹幼农将一车大果 温丹幼载运进来交由现场工作人员 足以整理果肉果皮分类 进一步来加工萃取温丹精油 分析果品的同时 加工增加温丹农产的附加价值 就是剥的时候不要太厚 要剥一点 然后那个剥一点 因为剥太厚的话就比较没有精油 还好啦 就是只是说 我们要扛这个种的东西 它没有分别这个 这个一天多少 它就是有分这个多 这个它的效率多少 你去年有吗 你去年有参加吗 没有 大果收购作业 除了是增加文旦农产附加价值 由于分类切果皆为人工进行 也间接提供了在地就业机会 吸引不少民众旧与新知来打工赚外快 甚至自备刀具让工作室半功倍相当有心 还好啦 我不敢讲 这是我师傅 没有我们是相同的 相同 因为我是拿菜刀 它是拿那个 链刀 小刀 我们是快刀手 快刀手 瑞瑟香农会近几年配合农粮署等农政单位 收购文旦又大果果品进行加工 进一步为文旦产销市场品质把关 而今年农会自掏腰包来向福岛的产销班来收购大果 另外往年针对了文旦加工果产生的农业废弃物处置不当 备受诟病的问题 农会今年也有进行改善 今年的这个农业废弃物 因为我们有取果肉跟柚皮精油的部分 所以今年我们会把这些农业废弃物 转交给我们的畜牧业者 那我们畜牧业者会拿去养猪 那因为猪只非常的喜欢吃 那透过清除的一个技术做储存 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农业废弃物的部分 我们已经做了很妥善的一个处理 农会一业结盟将文旦农业废弃物交由 在地落农业以及养猪业者处理 创造双赢局面 再者今年原定收购150吨的大果文旦数量 也因减产再加上产销热络 截至目前为止仅收到120吨左右 总管事黄胜黄表示 即便如此仍希望能够达到足额 协助更多农民产销 增加农民农产经济收益 记者是玉兰张敏泰 瑞瑞采访报导